第二十一章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 不起任何决定作用 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 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 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而不是运动战 话说1937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 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全文如下 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 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 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 红军改名之保证 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 推动这一抗战 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 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 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 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 以朱德为总指挥 恒德怀为副总指挥 叶剑英为参谋长 左权为副参谋长 总政治部为第八路军政治部 以任毕时为主任 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一军团 一五军团及七四师和编为陆军 一一五师 以林彪为师长 聂荣贞为副师长 周坤1938年3月在山西携款潜逃 不知所终 笔者柱为参谋长 罗荣环为该市政训处主任 萧华副主任 第二方面军28军27军等部 包括独立第一师 第二师指引前委之一部 笔者柱 河边为陆军第120师 以贺龙为师长 萧克为副师长 周世帝为参谋长 官向英为郑训处主任 甘四齐副主任 第四方面军及29军 30军等部 包括陕甘宁独立一二三四团 笔者柱 河边为陆军第129师 以刘伯成为师长 徐向前为副师长 倪智亮为参谋长 张浩为郑训处主任 宋任琼副主任 以上之改编后人员委任赵前总 命令杭之 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 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 保证红军在改编后 应完全成为共产党的党军 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 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周恩来以上三个师 共有六个旅十五个团 1150下辖 第343旅 旅长陈光 政委萧华 副旅长周建平 参谋长陈世举 辖第685团 团长杨德志 副团长兼政委邓华 第686团 团长李天佑 副团长杨勇 第344旅 旅长徐海东 政委黄克成 参谋长陆绍武 辖第687团 团长张绍东 1938年叛变投敌 副团长韩振济 副团长田首瑶 1943年牺牲 第688团 团长陈锦秀 副团长韩仙楚 115师独立团 团长杨成武 副团长黄永胜 教导队 队长孙毅 随音学校 校长维国卿 刘首处 主任陈仙瑞 全师 共计一万五千人 120师下辖 第358旅 旅长陈伯军 政委王震 参谋长刘子琪 政治部主任袁任远 辖第715团 团长王上荣 副团长顿星云 第716团 团长宋十伦 副团长廖汉生 红28军编委 716团二营 第359旅 旅长张宗迅 政委李景全 参谋长姚哲 政治部主任张平化 辖第717团 团长刘转莲 副团长陈宗瑶 第718团 团长文年生 副团长贺庆基 120师教导团 团长彭少辉 副团长苏启胜 留守处 主任贺继年 副主任王兆相 全师 共计一万四千余人 129师下辖 第385旅 旅长王洪坤 副旅长王维州 参谋长耿彪 辖第769团 团长陈希莲 副团长汪乃贵 第770团 团长张才迁 副团长胡奇才 第386旅 旅长陈庚 副旅长陈在道 参谋长李俱奎 辖第771团 团长徐申吉 副团长韩东山 第772团 团长叶成焕 1938年牺牲 副团长王进山 129师师教导团 团长张贤曰 郑讯处主任袁洪化 1943年牺牲 留守处 主任颜洪彦 副主任刚卫汉 全师共计一万三千余人 另有八路军总部特务团 团长维杰 代团长黄胡贤 政委邱创成 以肖静光任 第八路军后方 总留守处主任 有陕北警备旅和一个小团 共计四千余人 保卫 陕甘宁边区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教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校长兼政委林彪 副校长罗瑞卿 教育长刘亚楼 政治部主任副中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 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了就职通电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 一经传达 一枚枚的国民党冒灰 摆在了红军指战员面前 他将在一天之内全部待在他们的头上 很多人想不通 也有的拒不换装 总政给全军指战员 颁发了红军十年艰苦奋斗的奖章 又经过各级领导细致的思想工作 战士们才收起红军冒灰 不少人换装时还是流下了眼泪 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 8月29日 中共中央宣布 根据洛川会议精神 在八路军前方部队设立军委分会 受中央军委委托 为华北八路军最高领导机构 由朱德任书记 彭德怀任副书记 任毕时任秘书长 在各师设立军政委员会 受军委分会领导 8月30日 31日 毛泽东两次集电途经西安 准备到南京谈判的周恩来等人说 周仪吉父太原 大同勿言 商好红军入境后各市 活动地区 作战原则 指挥关系 补充计划等 1937年9月1日 陕北公学在延安附近的杨家湾 正式创立 简称陕工 由城坊吴任校长 李维汉任党组书记兼关中分校校长 李一鸣任副校长 邵世平任教育长 周纯全任生活指导主任 袁福清任教务处主任 毛泽东亲自为陕工制定了校训 忠诚 团结 紧张 活泼 他还审定了 由城坊吴作词 履记作曲的校歌 陕工是按照洛川会议期间的决定 成立的一所特殊的新式学校 从8月下旬开始招生 9月1日这一天编班上课 学员有5个班 约300人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有共产党员 也有国民党员 有工人 也有农民 有汉族 也有少数民族 有红军 也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 有十几岁的青年 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 中共中央明确规定 陕工是党领导的 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实施国防教育 培养抗日干部为目的的干部学校 对学员施以短期的革命训练后 分配到实际工作中去 普通班学习时间三至四个月 高级研究班为六个月 学校还成立了几个研究室 如中国问题研究室 主任何干支 哲学研究室 主任艾思奇 为了更好的管理学校 经中央批准 成立了有各方面负责人 和知名人士参加的董事委员会 成员有林博渠 吴玉璋 徐特丽 董碧武 谢绝哉 李富春 李维翰 高岗 张仲实 城访吴等 九月初 尼姆离开延安 毛泽东在他临行前 告诉他说 我们欢迎斯诺先生 在任何时间再次来访问 后来 尼姆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 被称为 《红星照耀中国的姐妹篇》 中一本曾名为 《续西行漫迹》 1949年 尼姆同斯诺离婚后 一直住在美国 他在生活极其贫困的条件下 写出了17部书稿 其中大部分是与中国有关的 他的一位朋友问他 你的这些书稿都不能出版 你还要写下去吗 尼姆坚定地回答 当然写下去 一直写到最后一戏 我不是为出版商写的 我是为后世写的 与尼姆一起离开延安的 还有史莫特来 此时史莫特来 还有一项重要活动 就是采访朱德 准备为朱德写一部传记 他认为中国人十有八九是农民 而朱德是农民的代表 写出了朱德 也就是写出了中国的农民 七七事变爆发后 史莫特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留在延安继续写朱德的传记 和上前线去写战争 哪一件更重要 毛泽东告诉他 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更重要 于是史莫特来就离开了延安 带着伤病前往华北前线 此后他不顾个人安危 跟随八路军 新四军转战华北 华中和华东 写下了许多著名的战地 通史莫特来讯和报告文学 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 1941年史莫特来因病回美国治疗 他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仍然致力于介绍中国革命 从事伟大的道路艺术的写作 1943年 出版的《中国的反击》 如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史莫特来决定取到 欧洲来华 当他在伦敦逗留期间 不幸因病去世 1951年5月6日 在史莫特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 中共中央按照他生前的遗嘱 将他的骨灰安葬在 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 树立在目前的大理石墓碑上 镌刻着朱德书写的题词 《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史莫特来女士之墓 这正是一帮金国 万里奔波 为主义不分国界 域外芳心 如铁如盘 刘汉清魂系中华 且说9月初的一天下午 午时许 毛泽东到许世友 洪学志 王健安 詹道奎 和朱德崇等人被隔离的地方 来看望他们 他跟着一位秘书 大步走向许世友等人 身后还有四五个人 远远地站着 许世友自然是认识毛泽东的 其他人却都不认的 毛泽东问洪学志等人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 洪学志等一个个做了自我介绍 毛泽东又问他们身体怎么样 生活怎么样 他们都说很好 在这儿的生活比在抗大时好 天天都吃大米饭 还有白菜里 寒暄过后 毛泽东把话头转入正题 问道 你们有什么要求没有 众人都不作声 毛泽东知道 他们心里还有顾虑 就说 四方面军的干部 都是党的干部 党的宝贝 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 张国焘是党中央 派到四方面军去的 他的错误 应该由他自己负责 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 过去有一些人讲的那些话 不代表中央 只代表他们个人 许事有等人听明白了 也相信了毛泽东所说的话 大家都很感动 毛泽东又问他们 平时都做些什么 学了些什么 众人回答说 教员来讲了课 解答我们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平时还看点政治经济学 艾斯奇的大众哲学 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 不时地点着头 见他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了 便趁机说道 你们想出去工作吗 你们想出去工作 马上就可以在编区分配工作 洪学智却说 如果可能的话 我希望继续学习 过去战争年代 对马列主义理论学得太少 很需要学习 提高理论水平 毛泽东又问其他人 你们还有要工作的吗 有 可以出去工作 不一定一起走 可以陆续分配 他们都说没有 现在需要学习 要补理论这一刻 毛泽东便说 要学习 这一期不行了 马上要毕业了 你们要学习 就得到下一期了 众人说下一期也可以 毛泽东当场拍板 让他们等到下一期 继续到抗大学习 不久 许世友等人 就全部被释放了 用李先念的话说 这实际上 是为他们平了反 重获自由以后的许世友 洪学智等人 开始了半工半读的 学习生活 他们不仅是抗大第三期的学员 也是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领导干部 许世友担任抗大校务部副部长 洪学智担任抗大一支队支队长 第四大队副大队长 王健安在第三期毕业后 担任八路军金浦支队指挥 詹道奎在第三期毕业后 担任八路军警察纪军区 第三军分区第十大队政治处主任 9月2日 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的大操场上 举行抗日出征逝师师大会 全体指战员跟着朱德高声宣读 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他要往我国家 灭我种族 杀害我们父母兄弟 接引我们母亲姐妹 烧我们的庄稼房屋 回我们的庚具牲口 为了民族 为了同胞 为了子孙 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我们是工农出身 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 替民众谋福利 对友军要亲爱 对革命要忠实 如果违反民族利益 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 同志的指责 仅此宣誓 此后 在一个高级军事会议开始前 八路军的指挥员们正三三两两聊着天 朱德和刘伯承也显得特别开心 摄影记者徐霄斌急忙抢镜头 刘伯承对着徐霄斌伸出一只手 说 你拍我们两个 你可知道我们两个是对头 曾经交过手的 徐霄斌一门心思在取景 随口问道 是下棋 还是打球 下得啥子其忧 我们是真枪实弹交过手里 刘伯承那只好眼睛 在镜片后面闪闪发亮 徐霄斌感到非常惊讶 便放下照相机问道 真的 开玩笑吧 哪个跟你开玩笑 你问总司令 朱德慢条斯理地说 要的 打过几仗 刘伯承笑着问徐霄斌 你说我们两个 哪个能打赢 徐霄斌看看两位大领导 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信你们俩会闹误会 你不信我 你还不信总司令 朱德微笑着解释 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都在四川 属于两个不同系统的军阀部队 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共产党 我们也不懂马列主义 我们是 各位旗主 打过几仗 徐霄斌见他这样说 忍不住好奇地问 谁打赢了 刘伯承指着朱德笑着说 总司令打了六个月的胜仗 身为精锐混城旅旅长 名震天府 可是我刘伯承打败了他 打了他一个落花流水 徐霄斌听得目瞪口呆 觉得这玩笑在大庭广众之下 未免开得太大了 没想到朱德却乐呵呵的 说 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 因为我的部队纪律还不好 跟当地老百姓关系不好 我们住了五年就返回了云南 那个时候没有共产党 不懂马列主义 打仗不光是要讲战术 更要讲人心 刘伯承也笑呵呵地说 那个时候你要有了马列主义 我刘伯承就该倒霉了 非捉了俘虏不可 徐霄斌见他二人笑得如此开心 瞬间便按下了快门 9月3日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 和彭德怀 林彪 聂荣真 徐向前 肖克 程子华等人 乘火车到陕西同关 坐船过黄河 进入山西 严七山派秘书梁化之 到丰林度迎接 周恩来等 随即乘小火车北上 此后一直到1937年11月25日 周恩来因为要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才回到了延安 9月4日 毛泽东给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峰发电 告诉他说 此间组织战地服务团丁林为主任 共50余人 决定由延安过河 经极限太原道红军服务 请交涉沿途通过事宜 9月5日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代表彭德怀 林彪 聂荣真 徐向前 肖克等抵达太原 会见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 9月5日晚 在延安的沿河边 发生了一桩震惊陕甘宁边区内外的情杀案 杀人凶手竟然是红军里的一名战功捉住的年轻指挥员黄克公 黄克公年26岁 他在少年时代参加红军 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二度赤水和夺取楼山关的战斗中 立过大功 担任过世宣传科长团政委屡政委 到延安后 黄克公在抗日军政大学习 任第二期第十五队队长 刘倩年仅16岁 山西定乡人 七七事变后 由家乡奔赴延安 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十五队学习 刘倩不仅年少貌美 而且能歌善舞 延安的女青年们找对象有所谓走长征路线之说 进入抗大第十五队学习的刘倩 很快便爱上了年轻帅气的队长黄克公 二人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之后便公开了 陕北公学成立后 抗大第十五队全体人员 拨归陕北公学 刘倩也随队转入陕北公学学习 不久 黄克公被调回抗大任第三期第六队队长 刘倩仍留在陕北公学 以后两人接触少了 关系渐渐疏远 黄克公见刘倩与其他男同学来往 心怀极度又听了一些疯言疯语 就觉得刘倩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 对他不忠诚 于是便多次责备刘倩 并要求立即结婚 刘倩对黄克公的反复纠缠 见生反感 拒绝结婚 他在给黄克公的一封信中说 我希望这态度永远下去好了 将来的问题将来再解决 你不要再积极地想结婚 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 在另一封信中 刘倩强调了爱情的共同基础 他写道 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 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 你不应把物质来供我 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 希望你不要那般的来了 你无形中做了降低朋友的行为 对于夫妻在婚姻中的地位 刘倩认为 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 互相的也是各不依靠 而是帮助 拟认清点 此外 两人的观念差异还体现在交友问题上 由于工作及性格的原因 刘倩与其他男性有较多的接触 这使黄克宫心怀度议 以致无断猜疑 认为他随处烂找爱人 而刘倩曾告诉黄克宫 我们像亲兄妹一般的过着生活来到延安 但我们是同学之和 而没有和其中之一个产生什么爱的 我们一块游山玩水 一块打球 一块讨论 无形中失去了男女之界 现在仍是那般的 黄克宫认为 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 就在9月5日这个月明星期的晚上 不甘心结束这段恋情的 黄克宫约刘倩到沿河边散步 试图强迫刘倩答应与她结婚 在遭到刘倩拒绝后 黄克宫说刘倩不忠贞 刘倩却说双方都有另找爱人的选择权 两人的口诀越来越厉害 黄克宫恼羞成怒 拔出手枪威胁刘倩 逼婚未遂 便完全失去理智 对准刘倩扣动了扳机 喷 喷两声 刘倩应声倒在血泊中 事件发生后 罗瑞卿将黄克宫逮捕入狱 并将案情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立即赶到抗大研究处理意见 他神色严肃地说 我们正从全国各地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来延安学习 黄克宫的行为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一定要审判处决 严肃法纪 边区高等法院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成立了以雷津天为审判长的审判庭 审理此案 在审判庭调查审理此案期间 国统区的国民党喉舌 中央日报将这个案件作为桃色事件 大肆渲染 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 封建割据 无法无天 这些叫嚣一时混淆了视听 引起了部分不明真相人士的猜疑和不满 延安各界及广大军民也是群情激愤 舆论纷纷 9月6日 陕北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布 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拒绝国民党方面 害遣任何人参与 由林博曲 张国焘 秦邦县 董毕武 徐特利 谢绝哉 郭洪涛 马明芳 高岗九人 组成边区政府主席团 以林博曲为主席 张国焘为副主席 国 民政府承认华出陕西省的延安 安赛 保安 安定 延长 延川 巡邑 陈化 定边 禁边 甘泉 复县 米支 隋德 加县 清建 无补 甘肃省的庆阳 河水 环县 镇园 宁县 正宁 宁下的延池 神府 关中部分地区 一共有25个县市 归陕甘宁边区政府 直接管辖 并为八路军之幕部区 9月7日 周恩来 彭德怀 林彪 聂 聂荣 徐向前 肖克等赶往 代宪太和领口 延西山 行营指挥部 与延西山会谈 延西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 见客人到来 满面春风 热烈欢迎 周恩来等根据毛泽东9月4日 关于整个华北战线 酝酿着极大危机 利用红军新道状骑气 而改变其做法 是一极好时机等一系列重要指示 与延西山在友好的气氛中 就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 作战原则 指挥关系 补充计划 以及平行官 燕门官的防御等问题进行会谈 双方商定 一 八路军进入山西后 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 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 二 在第二战区 行营的直接指挥下 成立有共产党 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 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发动民众 组织游击战争 其工作纲领由中共拟出 三 八路军在山西境内 只发动群众 不干涉宪政 四 国民政府给红军补充的物品 二战区兵战帮助运输 严西山还向中共中央代表 扼要介绍了大同会战预案 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 并建议周恩来等去大同舰舰副作义 十日晚 周恩来一行到达大同 同副作义谈了两三个小时 副作义表示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 坚决抗战 服从严西山的统一调度 9月7日晚 毛泽东撰写了短小惊悍影响深远的 反对自由主义一文 全文如此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 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 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 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 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 主张无原则的和平 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 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 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世俗人 同乡 同学 知心朋友 亲爱者 老同事 老部下 明知不对 也不同他们 做原则上的争论 任其下去 求得和平和亲热 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 不做彻底解决 保持一团和气 结果是有害于团体 也有害于个人 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 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 当面不说 背后乱说 开会不说 会后乱说 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 只有自由放任 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明知不对 少说为假 明者保身 但求无过 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 个人意见第一 只要组织照顾 不要组织纪律 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 为了进步 为了把事情弄好 向不正确的意见 斗争和争论 而是个人攻击 闹义气 解私愤 图报复 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 也不争辩 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 也不报告 泰然处之 行若无事 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 不鼓动 不演说 不调查 不询问 不关心其痛痒 默然处之 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把一个共产党员 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不愤恨 不劝告 不制止 不解释 听之认之 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 无一定计划 无一定方向 敷衍了事 得过且过 做一天和尚 壮一天中 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 百老资格 大事做不来 小事又不做 工作随便 学习松懈 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 也已经懂得 又不想改正 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 这是第十一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 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所有这些 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 是十分有害的 它是一种腐蚀剂 使团结涣散 关系松懈 工作消极 意见分歧 它使革命队伍失调严密的组织和纪律 政策不能贯彻到底 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 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 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 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 因此产生思想上 政治上 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 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 但是不准备实行之 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 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 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 这些人 马克思主义是有的 自由主义也是有的 说的是马克思主义 行的是自由主义 对人是马克思主义 对己是自由主义 两样货色其背 各有各的用处 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 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 它是消极的东西 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 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 保存自由主义的 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 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 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 一个共产党员 应该是精怀坦白 忠实 积极 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 以个人利益 服从革命利益 无论何时何地 坚持正确的原则 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 做不疲倦的斗争 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 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 关心党和群众 比关心个人为重 关心他人 比关心自己为重 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一切忠诚 坦白 积极 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 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 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 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9月8日 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 彭雪峰等 说明西北战地服务团 动身时间和行程 要求办事处派人协通行证到极限迎接 9月10日 张文天、毛泽东联名致电林博曲 全文如下 博曲 请告罗汉我们对脱派分子的下列原则 假 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 而现在真心悔悟 愿意抗日的人联合 而且结成欢迎他们的转变 一 在陈独秀等脱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 我们意愿与之联合抗日 一 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脱派全部理论与行动 并公开声明同脱派组织脱离关系 承认自己过去加入脱派的错误 二 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 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并 民党提出的由武汉行营在红军游击队改编的 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中安插副司令 参谋长 副官主任 军须主任 副官等六人 且房区有一部分与保安团混住一地 毛泽东当即赴电林博取说 乡恶干在武汉的谈判根本错误 请兄不带董 指董必武 笔者住 导急行通知在汉代表停止谈判 董老已在中部途中 请董老到厄后 历令乡恶干代表回去 由傅秋涛 乡恶干省委和军区主要负责人 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员笔者住 换任新代表 否认就谈判一切不利条件 重新提出有利条件 董老到后 坚持下列原则 一 部队包办 国民党不得差一个人 二 一定防区 此防区被删地 有险可守 不与国民党军队及民团混杂 不争移住大地方 三 一定得足够的详款 四 对厄御晚边区谈判原则同上 后来 乡恶干省委在董必武指导下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纠正了谈判中出现的失误 对国民党军派来的人 或用下层群众反对的办法予以驱逐 或将其树枝高阁般地孤立起来 或用其他办法破其辞职 最后使他们全部离开了游击支队 9月11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八路军的番号 又改为第18级团军 总指挥部改为总司令部 正 副总指挥改为正 副总司令 9月12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嘱咐他再进再计再经 君卓仲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 并强调说 这一方针的基本原则包含 1.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 2.红军又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 地方政权与临近友军不得干涉 3.南京只能做战略规定 红军又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 4.坚持一棒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9月16日 毛泽东赴电给正在率领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的朱德 任毕时 他说 我三个师已无集中进东北一处之可能 更无此必要 你以115师位于进东北 以舞台为活动中心 暂时在灵秋来源 不利时逐渐难移 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 以120师位于近西北 以广层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 以129师位于近南以太越山脉为活动地区 9月16日 日军一部从山西天镇南下广陵 关东军由玉县西进 沿西山你集中14个团与敌决战 并希望八路军115师参加作战 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诸 任 贺 官 聂 雪丰 甲 聚捧雪丰称 日寇某军自天镇向广陵 关东军自御县极尽 禁言你集中14个团与敌决战 希望我百师武师参加作战等语 以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 此方针在京与讲和决定 周朋友在近与言当面决定 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并请你将当前情况及如何配合友军作战之意见及电告 而后及时电告 丁115师现到何处 毛16日林彪副电毛泽东说 想以晨光的第343缕集中相机给第一打击 暂时不分散 9月17日 日军严平汉 同浦西路 向国民党华北防线的恒山支点合围 毛泽东决定改变八路军原来的部署 他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文中说 根据华北日军大于回进攻的形式 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继察近三省的战略中枢 敌军向这里出动主力 阎西山指挥的各军以施锐气,节节败退 他还说,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 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因此,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不适用 此时如一元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于回中 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 亦在其大于回中设向敌战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一侧 前置敌军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 援助近随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 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 创建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 并为壮大红军本身起舰,以变更原定部署 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 无二方面军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星线待命 准备在取得严之统一下,转至近西北管层山脉地区活动 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旅粮山脉为依托的近西南地区 115师即进入恒山山脉南段 并准备逐渐难移,展开于太行、太阅两山脉中 9月1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人必识说 恒山山脉是第一战区与第二战区结合部 敌主力必从此尽 林彪师现已当了正面,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 贺龙师绝不能再用此方,应速向进西北转进 9月19日,毛泽东在回复贺龙官向英并告朱彭任的电报中说 19日电西,你是集中新县带命转向进西北活动 后周,彭雪峰与严交涉房地后,听朱彭德怀命令执行 接着,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说 贺龙率领的120师主力因速辅进西北 离于太原,志在必得 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 五台定乡于县地区狭小 离近太原后,即在其包围中 因此,贺龙师因为于近西北 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界 向隋元与大同展开游击 方能给进攻太原之底 以相当有效的钳制 所以,贺龙师因速附近西北战先着 儒教再去五台,则失去战略意义 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 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 这是一个由共产党参与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 由国民党爱国将领序范婷任主任委员 共产党方面的委员有四人 他们是彭雪峰、邓小平、陈子华、南汉陈 陈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 南汉陈任政治部副部长 另有中共党员五心语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 旭范婷,名陪模 1893年出生于山西省郭县 1909年旭范婷加入中国同盟会 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六混城旅旅长 1933年任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参谋长 1935年改任第一军总参议 他是一位爱国幽民、刚职不阿、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国民党军将军 12月26日 为抗议国民政府不抵抗日军的入侵 在南京中山林写下五首绝命诗 而后剖腹自杀以明治 经抢救得以脱险 抗战爆发后 旭范婷先后任第二战区高级参议 暂编第一师师长 9月21日 彭德怀将其与严西山商谈的情况 电告毛泽东说 昨晚赴宴建言 20日黄昏汇报 我提摆二十师出进西北 开始严部十分赞成 黄绍红坚决反对 我一度坚持后 严同意 以一律三百五十八律及一百二十师之属队 去进西北 以神池为指挥中心 小步伸出左云 敌以逼近左云 右御 向敌袭击 并发动于组织武寨 可兰 河区 烟关地域群众 主力即在神池 宁武集结训练 9月21日晚 毛泽东针对一些人希望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心理 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再一次强调 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他说 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 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 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 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不是运动战 要实行这样的方针 就要战略上以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一侧 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 就要分散兵力 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 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 二者不能并举 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 才是决定的制胜敌人 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 毛泽东还强调说 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 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 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 给予深刻的解释 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毛泽东在谈到林彪决定 以晨光缕集中相机给敌一打击 暂时不分散时说 这种一个缕的暂时集中 当然是可以的 但如许久还无机可诚实 仍以事实把忠心转向群众工作为以 9月22日 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 一行33人 从延安出发 后来在10月1日东渡黄河进入华北抗日根据地 在6个月里辗转3000余里 此后 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足迹 踏遍了华北的万水千山 他们在华北大地上奋斗了6年 期间丁灵还曾在1938年间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国统区陕西同关西安等地进行宣传演出 共活动了4个半夜 9月23日 毛泽东赴电给彭雪峰并告周恩来 朱德 彭德怀 任毕石 林彪 聂荣真 贺龙 肖克 刘伯成 徐向前 林玉英 此前 彭雪峰来电报告说 阎西山9月16日在太和领口召见他 请他转告毛泽东和朱德 彭德怀 将来万一不利形势到来时 以八路军汇合近随一个集团军 在五台山脉周围建立根据地 五台山纵横200里 周围600里 共26个口子 民众20余万 配合近随及八路军其他部分 定刻与狄周旋 那时则请中央军守太原及太行山脉 我们则已主力位于五台山 阎西山表示 如毛 朱先生同意 希望早告我 以便预先存买良事 衣服 弹药之种种准备 阎西山与彭雪峰还谈到 今后对八路军的指挥问题 他表示 你采用两个原则 一是事先互相商议 二是临时将计划部署通知八路军 由八路军自行着量行动 他对彭雪峰说 八路军作战主动 不用督促 禁随军扰民 有余绕敌不足 伺候两军协同 必须互取短长 毛泽东在复殿中写道 关于严先生所提 假如在不利情况下 两军团结一致 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 我是完全同意的 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 现就已加紧准备 可双方派人查看 并计划一切 不宜迟缓 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一侧及后方 在山西应分为近西北 近东北 近东南 近西南四区 向着进入中心城市 急要道之敌 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 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 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 资财集中于五台一处 是不妥当的 上述游击战争意见 妄急提供严先生考虑 躺诚采取 抗战兴胜 严先生诚意合作与商量指挥之事 我们甚为佩服与感谢 9月23日这一天 严西山将平行关战役的最新战况 电告朱德 22日夜 日军忽然偷袭平行关阵地 发生激烈战斗 他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 朱德同彭德怀立即电令林彪说 110五师应急向平行关附近开进 机动侧击向平行关进攻之敌 但需控制一步于灵丘以南 保障自己之左翼 9月25日 朱德 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 并告知林彪 聂荣贞 罗荣环 贺龙 肖克 官向英 徐向前 林玉英说 严西山面许我军住区群众 由我独立负责 不好知县长允更换 组织之游击队允与发枪 我工作之区域可实行减租减息 9月25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刘少奇 杨尚昆 朱瑞 并告朱德 彭德怀 任毕史 他在电文中写道 周并转胡福 尚昆 朱瑞 并告朱 彭 任 甲 整个华北工作 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一切工作 例如兵运 统一战线等等 应环绕于游击战争 华北正规战如失败 我们不负责任 但游击战争如失败 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 以除山西部署已告外 应令河北党助权力于游击战争 借着红军抗战的升危 发动全华北党 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 收编散兵散枪 普遍的 但是有计划的组成游击队 为此目的 周是否应与冯志安 黄少洪等再谈一次 请着 并为此目的 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 及独立领导的 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 要设想再抵整个占领华北后 我们能坚持 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 今后没有别的工作 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为此目的 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丁 请以整个华北的部署建告 毛泽东25日接着 毛泽东又致电朱德 彭德怀 人毕时 周恩来并转告林彪 他写道 朱 彭 任 周并告林彪 假 依据现实 敌公保定戴周 并向石家庄太原 对林来广位四线 似乎没有多兵聚首的情况 依据蒋谭决在保定取决战方针 在近西北取固守方针的情况 为阻敌南战太原石家庄 支持华北的持久战起见 你建议蒋谭派和驻国骑兵军全部 令派贵军或中央军有力步兵 一万五千至两万人 与我林师全部配合 受朱鹏指挥 在未来之敌向保定前进 广陵之敌向代州前进 却已深入之际 从林来之间向北突击 反攻性质的中央突破 恢复林来广位四线 然后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县 大同太原县 北平石家庄县 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 在林来广位建立群众的 及堡垒的根据地 如此若成功 还可用相当一步进出热核方向 如此或能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 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 请你们考虑之后向蒋言建议 以 不管蒋言协助与否 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 由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 并后蔚来之敌脱离蔚来 公至满城附近 林广之敌脱离林广公至凡市附近 上述四线兵力极少之际 此时卓州之敌当公至徐水附近 大同之敌当公至燕门关附近 然后使用我灵师全部向北突出 一情况再分成无数小支 或分成二三个集团 向着恒山山脉以东以西以北广大地区 敌之空处侧后举行广泛的袭击战 若在敌之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的攻击点 敌之后方尚未十分空虚之时 暴露红军目标 引起敌人注意 那是不利的 若进派遣战术支队 那是无益的 并 如同一上述意见 就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 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 那时应以王阵部位于侧应前方 保持后路之地区 可施在近西北之使用同此原则 丁 如出击敌后 需采取没收大地主政策 广泛发动群众 红军便不孤立 悟 蒋延保定决战近北固守的方针 见蒋十九日部署殿 完全是处在被动的挨打的姿势下 如无上述一支骑兵袭入敌后 绝难持久 只有实行上述计划 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现在仅仅胜义武一招无奇 应向蒋延极力建议 暂不说红军单独行动 只要求派兵协助 即如能实现上述计划 即使保定 代州失守也是不怕的 没有某些地方失守之代价 不能取得敌后活动的便利 更 实行上述计划 需在临来广为敌军甚少之条件下 需有敌后方敌兵不义活动 而我不兵 异于活动之地形条件 新 以上作为各种提议 请考虑垫覆 毛泽东25日毛泽东这一非常重要的战略计划 由于平行关伏击战已经打响 便被搁置了起来 9月25日这一天 林彪、聂荣臻指挥115师主力 在平行关东北的小寨村 至老爷庙公路附近的山地 伏击日扣板员师团第21旅后续部队 杨德志、李天佑等率部冲锋陷阵 杨德志率领的685团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 他所辖的二营五连连长曾贤生 一个人就刺死了十多个日本兵 据林彪的老部下严仲川的儿子严明 在平行关网室一文中说 战前林彪在这一带看地形时 发现灵秋通往平行关的公路 有一条向北延伸的峡谷 这个叫桥沟的峡谷中段 长约5公里 沟深20至30米 两臂十分陡峭 谷底狭窄 只能通过一辆汽车 桥沟北侧200多米的山腰上 有个关圣地庙 庙后山梁叫老爷庙梁 是附近的制高点 桥沟是日军进攻平行关的必经之地 是我军理想的伏击地点 林彪决定在这十分适合打伏击的地方 与日军一战 他将指挥所设在一个山头上 安排部队埋伏 等候日军到来 林彪命三个团在两侧埋伏 又命一个团在外围游异 牵制日军 这次伏击 115师算是全师出动 9月25日凌晨 日军版原师团第21旅团之一部分 进入桥沟伏击圈 115师居高零下发动攻击 战斗持续了一整天 进入沟中的日军被全部歼灭 平行官伏击站 115师储缴获汽车82辆 大炮一门 耗弹2000余发 步枪数百只 打死敌人1000多人外 还包围了敌支高级司令部 缴获秘密文件甚多 其中有敌整个华北作战计划 即标示目的之日文地图 115师在此战中也伤亡了1500余人 其中团级干部三人 营级干部五人 他们最大的教训 是把日军包围分割冲垮之后 还像对待国民党军队那样 认为日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要他们投降 结果遭到钻在汽车底下的顽敌突然射击 致使部队伤亡陡增 林彪后来在10月17日写成的平行关战斗的经验一文 总结出12条经验教训 送给了毛泽东 平行关伏击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贺电纷纷从全国各地飞向八路军总部 飞向115师师部 9月26日 毛泽东赴电给朱德 彭德怀说 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他在电文中又说 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 展开敌人侧面的游击战略计划 暂时尚无执行的条件 要带敌人更深入 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 接着 毛泽东还就平行关伏击战对外宣传问题 向朱德 彭德怀 任毕时发出了指示 9月26日这一天 蒋介石亦赴电朱德 彭德怀说 25日电西 25日一战 监寇如麻 足证官兵用命 身堪家位 上西一力所步 继续努力 势所致盼 蒋介石 蒋介石还赴朱德怡电说 电西 接送捷报 无比欣慰 着急 传誉嘉奖 随后 115师 即在当地活动 派出地方工作团 发动群众抗日运动 120师率 在358旅 进入广层山区 分兵挺进雁北 在大同以西 以南展开 并派出地方工作团 深入进西北各县 开展群众工作 359旅派出一步 进入河北平山 景形地区 发动群众 9月27日 毛泽东将平行关 伏击战战况电告 正在南京 同国民党谈判的 伯谷和叶剑英 9月28日 蒋介石单方面宣布 委任叶挺 为新四军军长 原来在813事变之后 叶挺曾向蒋介石建议说 为了抵抗日本侵略 让我来集合 仍留在南方的红军 和改编这些军队 并说改编后 翻号叫新四军 他之所以称之为新四军 是因为蒋介石任 总司令的北伐军中 有个第四军 在北伐的八个军中 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 战斗力最强 被称为铁军 叶挺任第四军 直属独立团团长 毛泽东创建的人民军队的 第一个军是红四军 叶挺就是希望 这支新编部队 能够继承铁军和红四军的 优良传统 蒋介石 接受了叶挺的建议 在他看来 叶挺在国外 过了十年流亡生活 已脱离共产党 且失去了共产党信任 要乘机把叶挺拉过去 通过叶挺 把红军游击队 抓在自己手里 毛泽东 虽然认可新四军 这个番号 但对叶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却不完全放心 因为叶挺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所以关于新四军军长的人选 就推荐了其他人 国民党表示反对 他们随之提出 由陈成或张发奎指挥 新四军 共产党也不同意 就在两党争执不下之际 蒋介石竟然单方面委任叶挺 为新四军军长 共产党暂时没有表态 9月28日 毛泽东致电刘伯成 徐向前 林玉英说 我129师缺一团接电立即出动 京临进渡河到猴马上车 在太原补充一 但速开正太路南北地区 9月28日 朱德、彭德怀电告贺龙 观向英说 敌约千人禁至马役 沿电驻硕县守军由贺龙指挥 共同消灭该敌 9月29日 毛泽东在指周恩来 朱德、任毕石等人的电报中说 华北大局非常危险 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 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 其次是沿西山与我们结合起来 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 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 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 而且是极短的暂时 严毕要求我军与他配合 来打一二仗 为了给进军以更好的影响 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 当然是可以参加的 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 组织群众的游击队 在这个总方针下 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9月29日这一天 毛泽东发表 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 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 后来此文编入《毛泽东选集》时 改名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他在文章中写道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 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 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 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 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 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 还没有被唤起 还没有被发动 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 这是目前最严重的情形 当权的国民党的抗日同志们 我们和你们在今天一道 负着救亡图存的责任 你们已经和我们建立起 抗日统一战线了 这是很好的 你们实行了对日抗战 这也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继续其他的老政策 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 把民众加进去 应该把它巩固起来 实行一个共同纲领 应该决心改变政治的制度和军队的制度 一个新政府的出现是完全必要的 有了这样一个政府 才能执行革命的纲领 也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着手改造军队 我们的这个建议是时代的要求 这个要求 你们党中也有许多人感觉到 现在是实行的时候了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领导敌后抗战 荣厚再续 东方翁约 对于平行关伏击战的评价 抗战时期称之为大劫 自然是出于形式和宣传的需要 即便是 即便如此 毛泽东也仅仅是称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好像没有怎么兴奋 作为历史 后人有必要为其证明 言明在平行官往事中为之惨胜 亦不为过 战前 林彪还不理解毛泽东提出的 山地游击战的原则 他是主张与国民党合作 打正规战争的 人们常说 杀敌一千自伤八百 杀敌一千自伤二千 叫损兵折将 在平行官伏击战中 林彪投入了绝对优势兵力 虽然全歼了敌人 却付出了惨重代价 兼敌一千多 自损一千五百亿 这已经不是得不偿失 而是损兵折将了 林彪打仗很会算计 如果知道是这么个结果 无论如何 他也不会打的 照这样打下去 那一万五千人的老本 要不多久就拼光了 林彪毕竟是个聪明人 在平行官战斗的经验 一文中总结说 我军八路军 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 基本上应以在敌后 袭击其后路为主 断敌后路 是我们阻敌前进 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 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 与敌座运动战 是不适宜的 这说明他在惨胜之后 已经理解并接受了 毛泽东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了 和鼻子之后 军兵力与技术套 元熟悉